美国创想家集团在洛杉矶举办了为期两天的年度盛典即嘉年华晚会 本次的年度盛典汇集了来自政界、金融保险、地产、投资、健康、教育等领域的顶尖专业人士 与会人数达到近千人 盛典受到了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新、加州财务长马世云等政界人士的热烈祝贺 并获得了广大合作伙伴的支持和赞扬 那么今天的这个晚宴非常的盛大 我们得到了所有行业的这个关注 也得到了大概十几个城市的市长 包括我们的财务长、加州财务长Fiona Ma也亲自来 Judy Chiu也来了 来表彰我们对这个华人社区所做出的贡献 凯蒂环球的创始人兼总裁Steve Phillips 品牌合伙人和美美女士及其丈夫 前加州参议员Bob Hub先生 以及凯蒂环球的CEOBogo加先生 皆出席了此次的盛会 Steve Phillips在致辞中表示 凯蒂环球一直致力于在健康保险领域提供创新的产品和服务 并乐于进一步与创想家集团的伙伴们分享和交流 凯蒂环球品牌合伙人和美美强调 凯蒂环球之旅营造健康和财富并重的生活理念 健康和财富是构成美好生活的两个基本支柱 而健康为我们提供了追求财富所需要的能量和活力 财富又能使我们能够维持自己的健康 两者在凯蒂环球的理念下形成了和谐的伙伴关系 在追求财富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我们自己的健康 投资在我们自己的健康是一件最聪明的事情 所以呢凯蒂环球非常今天非常非常的高兴 能够赞助这个活动 凤凰卫视林汉琴洛杉矶报道